后三场比赛是斩获了五球 随着主赛办招响晨的一声哨响 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声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体育 给大家带来的2021赛季 中国足球假期联赛第九轮 刺拨促军对阵梅州客家 往城快连续的闪转腾挪啊 球球还是控制下来 看看这边拼速度 来到了进区的余泽平 角度太小了 这个球完全选择可以停下来 再做处理 但是 刘俊鹏啊 今天是责任重大 需要来盯防 敦比亚 球没有出地线 看看这次吉森直接选择了攻门 敦比亚的对抗当中 没有占到优势 霍亮 获得了船中的机会 球停下来直接选择了一条打门 顾俊杰的不球脱手 跟上了打门 打在了立柱上 后备缺乏保护 霍亮的船中 把球停下来之后 直接起脚攻门 顾俊杰的铺就 敦比亚的捕射 这次门前的机会 大门球进了30分钟 梁学明 船中 第一点是敦比亚争到 百度给了梁学明 梁学明拿球之后 面对着顾俊杰 非常的冷静 推射 圆角将球打击 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 这边又是打反击的机会 看看吉森 但是这一次啊 刘子明立功了 这次结尾很关键 敦比亚再往中路给大门 球进了2比0 33分钟 想找吉森 第一次是被刘子明解围 但是敦比亚把球控制下来之后 观察了中路的位置 到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 依然是像一匹快马一样 直接选择了打门 这次顾俊杰做出了精彩的铺救 这样的话上半场的尾声阶段 敦比亚 再次帮助球队是扩大了比分 美洲炎热的天气 美洲客家的右手转弓 还是找到一高这个点 看敦比亚的跑位 一高要带球自己来了 看看这边敦比亚杀柱到进去里 打门 门将将球挡出 看看郭毅带球推进 三点包抄 还是找敦比亚这边 停下来直接打门了 擦着力柱出了底线 美洲客家下半场 没有了上半场那种 如潮般的攻势 但是反击打得是非常的犀利 又是南云棋 直接起脚攻门了 这次门将侯宇 做出了精彩的铺救 面对着卢林的防守 这种传球很危险 这边一高闪开角度 空门的机会了 大门球进了4比0 后防线玩火呀 后场传球 顾俊杰停球 没有能够停好 传球出现了失误 这边一高门球 断下来之后 抹过了顾俊杰 看看自播速写最后时刻 能不能扳回一城 这次又是门将侯宇 外围的一角突失冷箭 被侯宇拒之门外 这次李晨光的投球百度 张华主裁判 一声哨响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梅州客家是4比0战胜了 自播速军